新店更新医院借由55周年院庆 特别举办了热血捐献爱心传递的捐血活动 院长周济群更亲自率领医护同仁们 玩起衣袖一起捐血 希望可以抛砖引玉 号召更多的热血民众一起加入 让55周年的院庆是更加的有意义 新店更新医院18号举行55周年院庆活动 有感于秋冬季节协议库存量经常出现不足的问题 因此院方特别借由院庆举办热血捐献爱心传递捐血活动 在一栋大楼停车场申请捐血车进驻 提供捐血服务 号召医院医护人员还有民众一起响应捐血活动 而院长周济群以及行政副院长陈振文 也带头玩起衣袖捐出热血 除了自己庆祝生日快乐 提高更好的医疗品质给社区的民众之外 大家也一起在想要怎么样可以做一点公益的事情 对这个社会更有益 后来大家就想说大家一起玩起袖子来捐血 尤其是在最新这一两年疫情之后 常常血液是不足的 血库是不足的 所以我们就号召全院 大家一起来响应 只要可以的人 大家一起都来捐血 除了院长与副院长 不少更新医院的同仁 也在百忙中抽空加入捐血行列 更新医院公共事务室主任陈诗如表示 在医院55岁生日时 可以为社会尽一份心力 感觉更有意义 希望透过这55周年的更新医院的生日 然后来响应这个活动格外有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趋缓之后 民众就医与医院用血量增加 加上近来东北季风增强 天气转良 下雨几率大增 也影响了民众捐血医院 因此更新医院期盼 藉由这次的院庆捐血活动 可以抛砖引玉 号召更多民众 响应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更新武武 生日快乐 记者声明志门齐 新店采访报道